有关钻石公主号我们相关国人回台的一些事宜 目前最乐观的时间点大概会落在21号下午左右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的一个申请的一个状况 但是还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 原定星期三有望包机返台的钻石公主号国人 因为台日之间程序申请相关问题 可能星期五下午才会返台 不过指挥中心表示已经预备一架可载运148人的飞机 会有一名医师和三名护理人员在机上进行防疫相关工作 并派安全配置规定上必须有的机组员 要登机的人都要高规格防疫 登机我们规划是他必须包括口罩还有防护的护目镜 包括隔离衣大概会都要求要穿上 疫情指挥中心初步规划将返台国人 用救护车先送往两到三家应变医院或隔离医院 做完两次裁剪后都呈现阴性的人 就转到检疫所继续隔离 钻石公主号已经有500多位的确诊的案例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特定的环境 所以为了整个防疫比较严密的一个考量 所有从这个钻石公主号接回到国内的国人呢 必须再隔离14天 另外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钻石公主号上面的台湾籍旅客和员工共有24位 在星期三新增一名确诊台湾人后 已经累积五个台湾人感染 对于第五位确诊的台湾人 疫情指挥中心正在了解他的身体状况 而对于日本日益蔓延的疫情 指挥中心是否会提升旅游警示等级还在考虑中 至于爆发社区感染的邻国民众 来台入境检疫和健康管制 中央正在研议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黄烟玲 台湾特别报道